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Bron James作为小皇帝,LeBron James之子 一直以来就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一周前,他刚刚在塞拉峡谷高中的扣篮大赛上夺冠 其优秀的弹跳,让人们惊呼 Bronnie的动态天赋得到了良好的遗传 也对他接下来高三赛季的表现,非常期待 因为Bronnie高二赛季,因伤缺鞋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高一时期 现在看来,相较于当初孱弱的身材 刚刚过完17岁生日的Bronnie已经像个成年人一样 拥有结实的肌肉和较宽的骨架 Bronnie在高三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帮助球队以72比19,53分狂胜蒙格玛丽中学 从场边的欢呼声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气之高 这场比赛他多次造成对手犯规而走上罚球线 他的欧洲部颇有点闪电侠韦德的影子 在防守端的努力也肉眼可见 一次尝试干扰对手上篮的封盖动作 又展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弹跳能力 但Bronnie本场比赛只砍下了10分 和人们的期待有较大落差 本来球队的主将五星高中生阿玛瑞贝里缺席 人们以为同是双能位的Bronnie能获得较多的上场时间 可惜球队主教练并不这样认为 接着Bronnie在高三生涯的第二场比赛和第三场比赛 也都没有获得太多上场时间 贡献了几记精彩的扣篮 分别拿下5分 帮助球队到目前为止取得三连胜 在阿玛瑞贝里缺席的情况下 球队中2022届的四星中锋 给Janny Wright表现的最为出色 场均可以砍下近20分 而三星前锋Shine Audem也有近15分的稳定输出 可身为四星高中生的Bronnie 还是只有场均不到7分的入账 虽然相差一届 但对比也过于明显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也说过 Bronnie现在的2023届全美前50的四星身份 有他巨星父亲声望的加持 但如果没有办法在高三赛季 拿到场均10分以上的数据 他则会在美国高中篮球界 成为笑话一样的存在 其实在这样一支五星四星高中生遍地的篮球强项 哪怕Bronnie有一定天赋 没有上场时间还是白打 球队的主教练有过和闪电侠韦德翻脸的经历 还让闪电侠之子在要位的长期苦做冷板凳 现在看来Bronnie还未赢得他的信任 当然仅用三场比赛 判定Bronnie本赛季的命运 还有点为时过早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球技和身体素质的成长 希望Bronnie可以靠实力赢得 属于自己的上场时间 如果在重要的高三赛季 长时间苦做冷板凳 球场经验无法飞速增长 而他父亲詹姆斯的声望 也无法操控球队的主教练 可能转学才是最好的选择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